我是TYC館長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款又酷又炫的一個電子名片 它就是 碰卡 目前非常多人陸陸續續在使用你一張電子商戶名片 它到底有多酷炫呢 那館長就親自訂了一張來使用 真的非常的好用 我們現在就來開箱給大家看 教大家如何來使用這張碰卡 如果你是有做業務性質工作 或者你是有很多商務的交流需要的話 這樣碰卡一定可以滿足你的需要 Let's go 那我們這個碰卡 它一收到的時候 它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紙的造型 在前面有個碰卡 它的LOGO 打開之後呢 它是一個三連式的這個紙張 那上面就是會有你的開通序號 以及這個QR Code可以直接做快速開通連結 上面有使用方式 它這邊有它的開通流程圖 它會跟你做說明 下面還有告訴你說 那我們這個碰卡要怎麼使用 那基本上碰卡做兩種方式呢 就是用碰的跟用掃描的 待會我們來示範一遍 這個說明書的後面呢 這邊就會看到你的專屬的碰卡的影片了 那館長請碰卡公司幫我設計的碰卡 就長這個樣子 這個金色的客製畫 上面就是有我在現在公司上班的這個LOGO 它做成金色的非常的漂亮 上面還有你的姓名跟你的這個英文 那你可以自己設計你要的LOGO 那如果有一些客戶的手機功能 不是那麼齊全的話 那基本上它也可以用掃描的方式 讓客戶加入碰卡 它只要就是說 iPhone11以上的 都可以直接用碰的方式 讓客戶加入我們 所要讓他加入的所有的資訊 碰卡它是一個目前很夯的NFC 近距離無線通訊技術 用手機綁定信用卡 用手機直接去結帳 那個就是NFC的技術 如果你有以下五種需求 那你滿適合買這張碰卡來使用的 第一種狀況是 我們都很怕說這個名片 你贏了幾百萬張幾千萬張 有時候可能發給客戶之後呢 就不小心看到客戶班的名片 就是整個揉掉 然後丟在你面前或是地上 你看到的時候 你的心情真的很糾結啊 我真的是很想給他 你知道的 那但是如果有這樣碰卡之後呢 你就不用擔心名片被丟掉 而且呢 他也可以重複使用十萬次以上 你用數位的方式在經營客戶的話 基本上也可以做到環保的概念 那也可以讓大家比較有效率的 跟這個客戶連結上關係 第二個 碰一下 如果就能夠讓客戶呢 加入你想要讓他加入Line 或IG或是FB 甚至Youtube頻道的話 那這樣碰卡就非常適合你 第三個 只要碰一下 我們就可以讓客戶呢 看到我們想給他看到的 這個官方的網頁 以及我們想給他計上的產品 第四個 這個名片啊 可不可以客製化 讓他比較有質感 一點 專屬於自己在使用的名片 而且可以用很久很耐用 第五個 可以自動記錄 就是我所看過的客戶名片 以及連看過我名片的人呢 都能夠一起呢 記錄在後台 如果你有這以上五種需求 恭喜你 這張碰卡就可以滿足你五個願望 除了碰卡之外呢 它很貼心的提供的東西 叫做碰貼 長這樣子 貼在手機後面 那如果你今天忘記帶碰卡的話呢 你就可以帶這個碰碰一下 我們待會來親自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怎麼樣跟客戶碰一下 就可以加到客戶的聯絡資訊 那我這支是iPhone 13 基本上11之後的手機呢 你用這個碰卡 都是可以直接碰一下 就可以加入所有資訊 例如像 好 這邊的書籤有沒有 點進去之後呢 馬上就 讓客戶快速的加入 網站 或是數位平台的連結 以及個人資訊連結 那客戶也可以就是下載聯絡資訊 只要有開過這個連結的客戶呢 基本上在後台也能夠看到 客戶的瀏覽紀錄 直接來到這個首頁這邊 我們就可以點碰卡需要管理 這邊就可以直接做修改資料 那後台呢 這邊的個人資訊介紹啦 那下面這邊可以放入就是 你想要放入的背景圖案 或是各個網址的連結 跟圖片 不需要在APP 只要有個網址 就可以在後台直接做更改了 它可以在客戶還沒有來不及反應的時候呢 就可以先幫它加好 LINE啦 IG啦 Youtube啦 或是FB等等的資訊 是非常的好用的 那看完了碰卡的介紹 你是不是也覺得碰卡真的很方便呢 它應該會是 未來的機物工作的使用趨勢 館長個人覺得 它是非常環保 而且就是更有效率的一張產品 那一張卡其實可以用很久 也交到更多的朋友 如果你喜歡館長的影片呢 請記得幫館長按讚訂閱 並分享留言加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掰掰